哈喽姐妹的薛沛头 告诉大家一下咱们这个小玉膜怎么用啊 有好的姐妹她们用的方法不对 首先呢这个薛沛头这小玉膜呢 用50到80度的温水给它泡个3到5分钟 然后它里边就能倒出来了 直接涂到鼻子上面 但是咱们的皮肤啊 一定得是你那个啥了 洗完脸啊 洗完脸之后什么护肤品都不要涂 啥也别涂就直接涂这小玉膜 因为它能抓着你的皮肤 它能粘住你的皮肤 你说你如果说你洗完脸了 把护肤品啥的你全部都用了 脸上涂了好多层 然后脸滑的不行 你再涂这小玉膜 它抓不着你的皮肤 所以它接不下来 那样效果就不太明显 所以说姐妹们 用这个小玉膜的时候 大家就是洗完脸之后 什么护肤品都不要用 直接用这个小玉膜 等你用完小玉膜 涂完那个毛孔收色精华之后 你再去用护肤品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能信下来好多 因为它能 它能那个抓着你的皮肤 直接就贴到你的脸上了 你上面都是护肤品 滑的不行 它就贴到护肤品上面了 挨不着你 所以说它那个效果就不明显 好了等15分钟 好了15分钟了 现在接下来 我这个如果没有去过黑头的 大家去试试 那个会有很多 姐妹们大家看看 洗下来多少 所以大家洗完脸 不要涂护肤品 直接涂小玉膜 15分钟 自己去看看 能洗下来多少 看姐妹们 超好使的 你说接下来这些自己心里 哎呦 得劲不 你让舒服 看 好了 接下来之后 把鸡子洗下用清水洗一下 再涂一下这个毛孔收缩精华 它是收缩毛孔的 老好使吧 简单的 不好使不会给你们推荐的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 小房车去拍吧 29块9 那么一套 能用好多次 我这个得用了得有20次了 但是它里边还有 具体里边还能用多少次 我不知道 用了再看吧